好我们来讨论第十一章的总复习题 part2的部分了 第六第十六题 一条直线呢通过这个点 一负 负一 四 x截距跟y截距的和 等于六 子涛呢就不会做 我们来看看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x截距跟y截距 我们一般上我们假设 x截距是a y截距是b 然后呢因为他讲说 他的x截距跟y截距之和 等于六 也就是说他a加b会等于六 是这样子的意思吧 所以换句话呢 如果我把b设成六减a的话 我们的那个直线方程 用截距式来解 我们就会有x除以a 加上y除以b y除以b原本是b啦 然后呢等于1 那个b呢我们就放六减a ok 然后因为他通过这个点 负一四 通过点负一四 我们就把负一四给带进去 负一a 加上六减a分之四 等于1 这个要怎样解呢 我们就通分嘛 全部直接乘以a乘以6减a 那我的前面呢 就是这个负的6减a 加上4a 乘上a乘6减a 展开就会得到 负6加a加4a等于6a减a平方 全部放进去 左四我们就有a平方 5a减6a等于负a 减6等于0 我们的a 我们就可以因此分解成 a减6 a减3a加2 也就是说 a是等于3 或者a是等于负2 那b是等于多少呢 如果a等于3的话呢 b就会是等于6减3 也等于3 a如果等于负2的话呢 b就会是等于6减负2 就会等于8 所以我们两个方程呢 分别是x除以3 加上y除以3等于1 每一项乘以3 再拉过去左边 就会得到x加y减3等于0 这个是第一个直线 另外一个直线呢 是x除以负2 加上y除以8 等于1 我们每一项呢 乘以负8 就会得到4x减y 负8拉过来 变加8 等于0 所以这个是第二条方程 4x减y加8等于0 大概是这样子 OK 第十七题 直线通过m-43 a b两点分别是x轴和y轴上的节点 若m把ab分成了5比3 请问这条直线方程 会等于多少呢 我们如果假设a点是a0 b点是0b 然后呢这个终点m 我们看 我看这个是什么 看x的话就是5乘0 加上3乘a除以8 等于负4 那这个8乘过去呢 就是负32 2除以3 a我们就会算到 是负3分之32 这个是a点 b点的话呢 b点的话呢 也是用那个终点公式 5乘以b加上3乘以0 除以8 等于3乘过去3 824 24除以5 那再用截距式 因为他的a a其实是x截距嘛 b其实是y截距嘛 那 也就是说他的截距式 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整理整理成这个模式 我也不知道他怎样整理了 反正就是3拉上去 5拉上去 再乘以 乘以24 那32再乘以3 这样子吧 反正就整理成这个 是正确的 9x-20y加96等于0 的确是没有错的 ok so 很好 我等 基本上大概是这个方向 这个这个方向 没有其他的方法 好像没有 这个方法就是的确 是最简单的 只是说最后的这个步骤呢 可能会整理上 会有少许的麻烦一些 就你慢慢的去看一下 要乘以多少 ok 再来看第18题 第18题基本上呢 他的题目是一样的 就是L1 是这条方程 哇3x 3加m x加4y等于5-3m 然后呢 这个是L1 L2的话呢 是2x加5加my等于8 然后呢 他要m是什么词 当他是平行的 所以这边平行的 所以这边平行的话呢 我们整理一下哦 他的m 他的斜率 L1的斜率 是-4分之3加m 然后呢 L2的斜率呢 就是-m加m 5加m分之2 因为他要平行 他的斜率 必须相等 然后呢 负负可以消掉 交叉成 交叉成呢 我们就有m平方 加8m 5-3-15 8拉过来 变加7 所以m加1 或者是m加7 所以是m是等于负益 或者是负弃 然后是的确 就是这个答案 OK 然后呢 b的话呢 他其实是 类似的情形 因为我们讲说平行嘛 平行基本上是负益 或者是负弃 过后呢 如果我沿用前面的 一个条件 但是呢 他要补上 他不重合 不重合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 必须要看回 他的 Y结局 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形 他是 多少 我看一下 有没有看错 4分之5 减去4分之3m OK 4分之5 减去4分之3m 还有这一边的话呢 他的Y结局是多少呢 5加m分之8 OK 不等于 5加 m分之8 因为他不重合嘛 所以他C的值是不可以一样 所以因为这一边 我觉得说这个写在一起会比较好 就是 5减3m写在分之5 OK 这样子写明 过后呢 我们再进行加插成 就会得到5525 减15m 加5m 减3m平方 不等于4832 全部把它移过去右边 我们就会得到3m平方 减10 减10拉过去 变加10m 25拉过去32 减25 就会得到7 不等于0 所以我换句话呢 这一边我们的调整 应该是3m加7 m加1 不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的m是不等于3分之7 或者m也不等于-1 但是因为之前我们解到的是什么呢 平行的话呢 平行的话呢 m可以是等于-1 或者是-7 这一边的条件又不等于-1 所以呢 也就是说这个情形呢 m只能等于-7 就是说把那个-1给剃掉 大概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因为前面呢 他就讲了 因为平行的话呢 m等于-1 或者是-7 这一边呢 他要相交一点 什么情形 他会相交于一点 只要他不平行 他就会相交于一点 因为他邪力 是-1跟-7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要不平行 他就不等于-1 也不等于-7 真是 真是懒惰 这个 我其实是 我其实是要求 大家 就是分三个人 所以你就要从头做起 从头做起 这样子 这个 知道真是懒惰 他就讲 我要等前面的人做完了 我再做 所以他直接是选了前面的答案 来沿用下去的 OK 也是他 很聪明 他就等你做了 OK 第九 第十九题 要找这两条直线的焦点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就 我们就要 找焦点 基本上我们就要找他的 他的什么呢 连立方成组嘛 对吧 连立方成组 所以这题 一旋看到的是要做加减消源 我们系数要一样的话 他选择消掉 也就是第四呢 就乘以2 得到8X 减2Y 减6等于0 直接的跟第二四相加 8X加X等于9X 这个Y呢 就会消掉了 一加一减 负6减3 得到负9 拉过去呢 得到正9 除以9 得到1 X等于1 是他的 X值 过后Y值的话呢 我会建议带第二四 那就会得到 或者是带第一四 也不会说太难 Y拉过去呢 就会得到4X减3 4乘以得到4 4减3等于1 所以Y应该也是等于1 Y应该也是等于1 X等于1 Y等于1 焦点就是1 非常好 OK 怀疑自己 焦点在0 对了 是对的 没有错 其实嘛 其实哈 如果你聪明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 这两个哈 它是怎样的一条直线 它 你整理一下 它其实就Y等于 Y等于负3分之2X 它是经过原点 然后呢 就写绿为负值的 经过原点的 这个也是整理出来 它是整个Y是等于2分之3X 也是经过原点的 所以这一边其实两个都没有Y结局 是的 它两个都没有Y结局 它的Y不是说没有Y结局 它的Y结局是0 两个的Y结局是0 这么巧 所以也就是说它两个都会经过原点 所以这题其实 严格来讲是不用解的啦 不过你要解的话呢 它的做法大概是 像这样子的 我们要消掉Y的话 第1号要乘以2 诶 乘以3啊 乘以3就是消掉X哦 等于这个乘以3得到6X加9Y 这个2号呢 乘以2呢 等于6X减4Y 过后呢 乘以3减4 就会得到13Y等于0 Y就等于0 过后呢 再随便带一个呢 XU会等于0 所以它的焦点是0 没有错 OK 所以不用杀 这个直接 其实如果你 你比较有经验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两个都 没有常数 这样 它的Y结局 两个都是0 所以它一定是经过原点 所以不用太担心 再来第20题 以至直线3X减5Y加22等于0 2X加3Y加2等于0 然后呢 AX减3Y减10等于0 会相较于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因为最后的方程有A 前面的没有位置数 所以我们应该是前面的两个 解出来它的焦点 过后再带进去这条直线 我们就可以找到A OK啊 这个大概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我看一下啊 以至两条直线焦点在Y轴上 没有这样讲啊 对吧 这个条件题目没有写呢 所以你不要参考前面 以前有做过类似这样的题 是这样子做 之前的题目可能有这句话 就是说他讲说 哦 这两条直线的焦点在Y轴上 这边并没有写到 OK 所以 你的怀疑的眼神是正确的 而且也没有逼 哎 哎 反正这个做法就错了 我们要从这一边 先解除它的焦点 OK 我比较喜欢做加法 所以这个第四 这个第二四的话 我用第四乘以3 给339X 减535Y 加上66 等于0 第二四呢 我就要乘以5 得到520X 所以加起来等于19X 加上76 等于0 我们的X呢 就会等于 7 7 9 9 9 8 72 97 96 13 95 45 95 95 94 36 94 36 94 36 41 4567 所以它会上到X等于-4 X等于-4 之后呢 你再随便带回进去第1四 或者是第2四 带第2四好了 带第2四 带第2四的话呢 -4乘2呢 也等于-8 加3Y 加2等于0 -8 加2等于-6 拉过去 正6 6除以3等于2 所以Y是0 2 它的焦点呢 会在-4 2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用前面这两个呢 因为前面这两个没有位置数啊 那里面没有位置数 这个有A 所以如果你用3的话 你做不出东西来 因为它有A的出现 那我找到了前面这两个找到了焦点 我后 我再带回进去第三个方程 我就会有-4A -3 2 6 -10 等于0 这个是-16 拉过去正16 16除以-4 等于-4 OK 所以这题答案呢 A是等于-4 A怎么查 不对了 你第一句呢 其实就做错了 我不知道你参考哪一个 哪一个题目 是有这个条件的 这一题并没有 OK 二十一题 求经过这两条直线的焦点 且与这一个直线的平行 方程式 所以我们先要解除这一边的焦点 对吧 你把9拉过去 把15拉过去 过后解方程 不知道你讲解的 没有解出来 这个乘以2 等于4X加10Y 等于928 再用这个减 减减变加11Y 减减变加2313 Y是等于3 过后 我相信它是按计算机的 不过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 干嘛还要按计算机呢 我们看一下-3拉过去呢 加3 -15加3等于-12 -12除以4呢 等于-3 OK 所以找到了焦点 过后-33 找到了焦点 然后呢 因为它要跟这个直线平行 我们可以假设它的直线就是X-5Y加C 有没有 再把这个-33给带进去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你先找它的斜率啊还是讲我看看 呃 直线的做法 先从这边整理出斜率来 斜率等于5分之1 所以用点斜式 对吗 Y减3 因为它是-33 所以是Y减3乘5分之1 X加3 5乘过去 5Y减15 呃 X加3 哦 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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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X减15对 加18 为什么你会对呢 如果是-3 加15 你应该是得到加12啊 所以后面这个可能是超达的啊 呃 所以X减5Y加18等于0啊 是这个是正确的啊 因为这边是加的 OK 我错了一点一点点 再来看22题 求两条直线的交点 且与这个垂直 这个垂直就比较麻烦一些啊 就不能直接设 其实可以直接设的 你可以交叉 就是说2X加5Y 交叉了之后呢 有一个减变加 或者有 加的变减 然后呢 再加C 你可以这样子设 啊 有点高超了啊 不过 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了啊 啊 我们用回比较原始的法拉过去 2Y等于5X加7 Y就会是等于2分之5X加2分之7 所以我们的斜率呢 选用5分之2 是5分之2 对吧 啊 等下我们先找这个交点 2X-Y加1等于0 3X-Y加3等于0 那因为-Y-Y一样了 所以我第2四-第1四 我就会得到X加2等于0 X等于-2 对吧 X等于-2了之后呢 我们再带进去第4-4加1等于Y Y等于Y Y等于-3 所以那个 那个交点是在-2-3呢 然后呢 再带这个直线 因为它跟这一条线是垂直 我找到这个直线的斜率是2分之5 我们取一个负导数 所以是负5分之2 再带点斜是 y加3 减负3就加3 负5分之2乘x加2 负2呢就是加2 过后呢5乘过去 5y加5三十五 负2乘进去 负2x减224 拉过去全部拉过去左边 2x加5y加19等于0 OK 这个就是你的方程了 2x加5y加19等于0 第23题 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我们随便带一个点 随便带哪里 加3呢就带这个直线 y等于0 y等于0的话呢 x就会等于负 负24分之39 刚好可以跃3 所以8分之13 对8分之13 所以呢再把 不对了 我们不是带x等于0 我们不是带x等于0 这个点就带错了 我们带了一个0了之后呢 x又等于8分之13 那你带这个直线的时候啊 你就是12x带8分之13 这个呢就直接带0了 因为你是y等于0的 ok然后呢减23 这是12的平方加5的平方 这开根号等于13 没有错 这一边我们月减4 是等于3 所以是2分之39 这个是0 如果你要通分的话呢 是2分之52 对吧 负52加39 就会等于 13 13 所以是负13除以2 再除以13 13跟13会越掉 然后呢负又去掉 这个d应该是算到2分之1 不对 不对 我看下 我看下错在哪里 y等于0 哦有负 这个加拉过去是减的 这是有负的 所以如果是负的话呢 如果是负的话 就不是13啊 它是52 负52负39 就会等于 156789 91 除以2 再除以13 刚好这个月减 应该是得到7 负去掉 所以是2分之7 所以它的距离 应该是2分之7 这一题 OK 加米要注意了 好我们带x等于0 或者y等于0 你不要两边都算 OK OK 所以这个是弄错了 这个下面就不用算了 大概是这样子 不用了 应该可以了 就这样 OK 第24题 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边 ABC 分别是这三个 过后呢 它要ABC上的高 ABC上的高 是什么意思 就是B到ABC的一个垂直距离 我们先看 ABC的直线呢 是这个X等于2 也就是说 它ABC是什么 它ABC是一个垂直的线来的 X等于2是一个垂直的一个线 所以如果我们找到B点了之后 它的垂直距离 基本上 你用肉眼判断 其实就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重点是要看B点 是什么点 也就是说这两条线的焦点 对不对 4X加3Y减5等于0 X减3Y加10等于0 这个是第一方程 这个第二方程的话 一个是加3Y 一个减3Y 我们直接的两四相加 等于5X加5等于0 X就会是等于-1 对不对 -5除以5 那等于-1 X等于-1 我们再带第14 第一四 我们就会得到-4加3Y减5等于0 这边会得到-9 拉过去正9 9除以3等于3 所以这个B点 它其实是-1 3 重点是-1 是这边是一格 这边是两格 对吗 因为它是X等于2 直接它的距离 这个距离的基本上呢 就是3 这题不用带那个点到直线的那个公式 这题不用带的 直接用肉眼判断就可以 OK 所以这题答案呢 就是3 有没有问题 kazik 就7 5 20 Tabii Vanessa Six 祝い